以各类莫名其妙的死亡 关于诅咒之名 侵袭整个家族 这是一二三四四代人 就是我们眼前看到这个游戏 而这个游戏奇名曰 请注意和我一个字一个字里面 爱敌飞奇的记忆 请注意记忆是最重要的 爱敌飞奇只是一个人名 什么控制主角 第一次要主人公的名字 那个并不重要 他可以叫爱敌飞奇 也可以叫托马斯 也可以叫弗兰克林 也可以叫托姆安的杰瑞 甚至可以叫狼肉好吃 总之这个游戏讲的 就是这个叫爱敌飞奇的女人 她的回忆 问题就是回忆啥 你要是回忆悲伤 谈不上 虽然回忆是以她为中心 往上导四辈 整个家族的各类怪难离奇的死亡现场 但是大家都和她未曾谋面 没啥亲情 谈不上悲伤 要说到恐怖 整个游戏的画面 虽然表现的是接入而至的死亡 但是没有一个用显示说法 全部都是艺术抽象方面 也包括配乐 极其的浪漫 你听了个悠扬且温馨的B CM 但是要说到怪诞 却是明智所规 暂且不提她的姑子 她的叔父 她的奶奶 她的爷爷 她的老奶奶 老爷爷 老老奶奶 老老爷爷 这一个个怎么死 就整个家族这样 上导四辈 一直知道她 仿佛受到天结一般 贯穿整个家族的诅咒 无一幸免 但是各位朋友 也别感觉到丧气 这个游戏的画面 节奏 配乐 事实剧情的表现手段 真的可以做到 让你亲临死亡现场 且享受其中 发人身形 这点 在整个恐怖游戏界 自称一派 无人能力 很多大部分水友 到我这都反映 说我的作品 主要是用于催眠 用于吃汗 嗯 行 反正下不下饭 我不知道 就哄顺效果而言 应该是我录制 所有作品的巅峰 诶 借此言 各位观众啊 等什么呢 漫了光定 浸杯窝 在床上 再见 请注意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我们了 我们现在第一次要扮演的 已经是艾迪分析这个孙女了 连说是孙女 已经长大成人 妙龄少女一朵 手持日记 阔湖 回忆 翻开斐印 写了很清楚 老宅 自答案11岁就离开了这个宅 自那以后再也没回来过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仿佛受命运的驱使 就地从游 时过几天 全城主角的新生都会融入画面 而且没啥积攀 非常人性化 好大了一朵千牛 花 七年限制掌单 七年了 仿佛这个宅子已经七年没人住了 这算是最后一笔电费了水费煤气费的欠账单 都无人查阅 你看到没有 他一直提到这个路易斯 路易斯的葬礼 也就是说他有一个兄弟叫路易斯 那肯定是死了 放心各位 这个路易斯咱会见到 在整个家族死的不算是最奇葩的 但是绝对是最有戏的 诶 这下面是童王囊吗 没下去过 反正还没到宅地呢 就感觉周边的环境在密林深处 特别的清幽 真是处处古墓无人镜 深山何处中 这步履惊山鸟失明春剑中 算了 走啊 越往深处走越阴暗了 The Finchins 家族的姓氏 咱控制主角不叫Eddie吗 Eddie Finchins 听到没有 青蛙的叫声 香甜气气满满 到花香里说风景听就哇 剩一片 要咱逮几位 炖青蛙套 这算是家谱吧 Family Tree 已经清空了 随着游戏的进展演绎这么一个 舒博大爷的死亡现场 就会陆续的在上面标记一个 最上面那个妙林少女就站自己啊 暂时还没死 当然请注意啊 也可以理解为此时此刻已经命归西天 网生极乐去了 再其他往后看 哎 深山野林吗 刚才不是说提应呢 就是这位陆燕的 哎 陆燕 别走啊 一六眼跑了 胆小的动物 怎么样 有点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味儿了吧 这大阵子 涂不涂好了放在边 别说话 说就是伪贱 你这造吧别躺了 下面不说了 你看上面 微房啊 请注意 小辈都在上面住啊 我跟你说 像这样房子放在咱城市那一圈 被那些城管看到了 嘿 个个的内心得得想 哎 发财了 11岁离开的 现在十七了 时隔六年 再次回来 依然是物是人非啊 但是你看外面的植被绿化 反正资料特别的旺盛 是台横上街绿 草色入联青啊 这阳台特别的惬意啊 这绝对是别墅啊 我希望这个键 能把键关键关键 但它并不 咱妈咱跟那钥匙搭不开 咱先看一样 看里面装修 咱就瞥这么一眼 各位就明白了 绝对的豪宅 昔日这个宅子住上下四本 加起来也得有十来口人吧 也算是个名门望族 但是活在世上的生者 已然只剩下我们自己了 也就是这个宅子 我们是唯一的继承人啊 17岁小少女 这不动产地不怎么贵啊 你就看这个装修 坐拥四五百万不会过吧 可能各位现在还不能感动 甚至我进去就知道了 现在装修是什么 精装修啊 正门进不去 咱只能从后面的狗洞爬进去 进来之后就是车库 那肯定断电了 供电公司又不傻 没人交电费 谁给你供电 反正咱这应该没这个建筑行的 主要是没车 自营车也买不起 最终咱不需要 出门就饭店 2010年去尔 谁翻了日历啊 这不是当下的年月吧 家谱上咱是99年生人 到10年 正好11岁 他11岁离开这个宅子嘛 也就是10年的时候 他这个宅的人就死绝了 那当下时间是16年 而这个游戏发行时间是17年 而录制时间是2021年 真就从犯古地了 中国菜 中国菜的订三卡 不过你看这个包装盒 那个平面设计 作为中国人表示 你们根本不了解中国菜 新年没有卷大葱吃过没有 正宗的焖蛋皮吃过没有 不过草之上 三文鱼罐头 诶到这咱知道 Lewis咱的那个兄弟在罐头厂工作 Apple Pie 苹果派啊 所以离市区非常远啊 只能吃这个 家里趁那个吗 还有他说 他养了一只猫 叫猫里 全家都讨厌吃肉 只有他的猫 此时此刻 记好他的名字去 猫里 咱马上就会见到 但那不是他的猫 这猫里 厮室漏室 唯伍德心啊 不是说好六年没人住了吗 这么崭新亮丽啊 一点尘土都没有 这个Eddie 我记得没错 应该是他奶奶啊 是他陪咱的祖父 造建这个宅子 也是最后一个 死在这个宅子的人 也是全家唯一一个 寿终正寝的人啊 真就在当年离开那一刻 是什么样 现在还是什么样 确实有点伤感啊 请注意啊 这个音乐盒 这个音乐盒 有戏啊 当然我说的戏不止这一幕 人家他说咱的曾祖父 给Brabla做了一个音乐盒 要说这个Brabla 到底是谁啊 戏 就在他身上 下面是Dih 咱战士进不去 紧张刺激的剧情 还没演到啊 咱先逛一番 就好刚才那个Brabla 按人物关系来讲 应该属于咱的二奶奶 对 对 差不多啊 请注意啊 他说这个壁炉 请注意啊 他说这个壁炉所用到的砖管 是原老房子遗留下来的 请注意这是老房子 你都想不到建在哪的 我这么说 祖上简直就是建筑鬼材 他说这个炸弹啊 是个比喻 养老院的手册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散步剧透 反正我们现在眼前看到这个别墅 不对 各位朋友 我得纠正一下我错误 这不叫别墅 这叫别移啊 作为一个up主 没啥文化 读错了别见怪啊 骂了一个八字 现在B站这些小孩 就别演就行了 让他们把这个支点 带到现实去 让现实人去叫给他们 现在自己挤你俩不知道 百度查一下 再来纠正我行不行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房间是凯文 有生年有中年 咱爷爷的兄弟 二爷爷 你看这个房间 他装心风格就知道 二爷爷 咱绝对没机会见到 他死的时候 组成咱生命的那颗精子 携带着 他还不是个精子呢 说这话有点大不尽 没事 反正不是我弟 然后这个房间 看外面标记的那个生年 1976年到1970年 仅活了一岁 这个拐棍 这一生年都不到 这个拐棍到底发生啥 咱回头会看到 这7 and 18 在爷爷奶奶房间 虽然这个宅子 辈费最高的 而且在那活了90多岁 看到没有 我刚才说啥 寿终正性 仅此他一人 当然在爷爷也是 只不过这个游戏没大戏份 或是我没打出这个剧情 不过你细想 他这个家族传统 是不是太诡异了 人死也就死了 生时的房间也给封了 就差把他们遗体 做成标门箱里面了 这是啥传统 我花了很多时间 在大伯父的房间 我认为我的妈妈 祖父之一 他有几个爷 我也记不得了 好像是三个吧 但是这个叫 Walter爷 我给各位说 死了 那个BH 又提到路易斯了 可以见到这个路易斯 和咱关系是最密切的 这很正常 和咱是同辈人 留个咱钥匙 竟然是打开这本书的 哦耶 秘密通道 就这类机关案道 在这个宅子无处不在 个顶个的精密与移民性 反正还低两万里 咱都看不 只不过这回 打开这本书 咱将用第一人生 去演绎那个大海贵 只是人物实在的太多了 刚开始啪了一脸 往后看 每一个都会让你印象深刻 行了 刚才也说了 这个宅子 每个家族人员死了之后 都会把他的房子给封起来 这才刚刚进入整体 咱即将经历第一位 看似小女孩的房间 小窥房 实在按辈分 算是咱的奶奶 反正那句话 虽然是奶奶 她死的时候 生咱的那个暖潮 还没长上去呢 可以看到他养了一个小杀鼠 当然主人都死了 即便是主人活到现在 这杀鼠也不可能活得过人 你看这装修 这可是胶外 装修成本可不低 我刚才怎么说的 台位都给立好了 房间也给封了 就差一个一体了 宅子吗 集体坟墓 咱看一看吧 看到没有 三七年到四七年 仅仅就活了 就十岁 读他日记 切换视角 以他视角 经历他死前 最后几分钟 小杀最后一句 没吃晚饭 就是上床睡觉 行了 咱现在控制的 就是十岁的小猫里 穿着可爱的小睡衣 半夜给恶醒了 清脆爽口 各位肯定会说 你不会叫妈妈 我饿了 妈妈 我饿了 这个妈妈 就是咱那个祖奶奶 就是寿终正前的那位 她表示没空理你 爱死不死 老娘我现在忙着呢 的确 家谱可以看出 她膝下五个子女吧 所以忙着呢 那咱继续找吃的 这个想法我天天有 就是最开始 他说他养了一只猫 叫猫里吧 只不过 这个小猫里 十岁吗 外国家庭 有这个习惯吗 还要锁门呢 的确是有自己的独立卫生间 有这个条件 你要这样搞的话 小孩真饿了 怎么办 对 牙膏 吃不死人倒是实话 但是你拿牙膏当饭 吃二氧化龟 碳酸钛 还有一些金酸甘油 啥的 总感觉 不够吃的 不顶饱啊 I ate a lot of things that night 胡忌生 注意啊 北欧神话的 Login就是拿这个东西杀了 奥丁的儿子 巴德 有毒啊 但也不是剧毒 反正他们那把这种 鸡成食物当作圣诞的节庆 的一种象征 不是吃的 装饰用 我可以是只猫 那我就是只猫 目的就是 抓这个桥来吃 小主意 从此 天马行空开始了 还挺灵火 咱是喵吗 但是现实这个小猫 应该已经昏迷了 不好装啊 我给各位说一下 这个胡忌生的果实 在很多国家 被当作堕胎药的 主要成分 在美国经常被小孩 务实送进医院 但是残酷的现实 能暂且不提 它大可沉浸在这 童话般的死亡过程 想着其中啊 必定童趣嘛 是不是 哎 我逮 就是抓不到 我说呀 这个游戏玩的过程 非常轻松 没有失败的事情 爱剧情推影 没有死亡设定 有死亡剧情 但是没有死亡的操作设定 所以更像是看一部电影 包括玩家在那也是如此 哎 最后一扑 嗯 手滑了 哦不 爪子滑了 但是没关系 我竟然摔了下去 我也可以是一只猫头鹰啊 傲游天际 反正小孩嘛 我怎么想走 最终的目的 还是要找吃的 盘旋在田椅之上 洞察庄稼之下的动静 哎 锁定目标 一只兔子行呐 毫不犹豫 促冲而下 哎呦 那叫一个准啊 我幻想到他的脸上看着 然后看着我 我把他摔倒了 我把他摔倒了 然后我没有捞到一根 整个都吞下去了 我的天 还要更大 都没吃饱 这只兔子 蟹啊 看起来像鸟啊 挺可爱的 也算是猛禽啊 在野外拍回来的朋友 别玩手机啊 保不清你脸儿 可以让哪个蟹给盯上了 因为你是小动物 哎 又是兔妈妈 你看这一转下去了 成年了能把咱头皮给掀了 差点约死我可以变身 就是什么 一般猫童鹰不会抓这些兔子的 太大了 它又没有牙齿 直接吞得 怎么可能吞得下去 但是又要做一鲨鱼 哎 那就没什么入不了口子了 只不过这黄山野岭的海洋呢 哎 这才是我的世界 这才是我的主场 各位猜猜猎猎物是啥 哎 不用猜了 咱已经看到了 对没错 是条豹子 咱能听过 鲨鱼的咬合力 1.8吨往上 是吧 一张一张一盒 这两米的血管大口 啥玩意 碾不碎啊 以为让咱给碾掉了 苍茫南北 鹿鹿东西 那叫一个爆头鼠串 哎呀 这死亡也是你躲不开的命 只不过咱又要换口子 各位还记得刚才在进入猫里的房间 打开那个机关门 是一本书做演示 那个书名就是海底两万里 这应该就是亲身演义 这个小说里面的内容 扮演的就是里面的大王乌贼 那个海怪 那猫船长 我来了 我找死来了 这小妞是死前来脑洞 真是天马小空 自己怎么想就怎么来 但是各位可以想想 现实中这个小猫里 正处于什么状态 但是这次咱的猎物是 Human 嘿 上口了吧 相比之下咱之前吃的 还算是比较素的 你听广播这首歌 想起了啥 生化骑兵 这首歌叫圣诞夜歌 属宗调的曲子 赞美就是汝 赞美耶稣 因为是安神的曲子 所以都安神了 那我再帮你们安息吧 怎么样 各位 有意境了吗 不想满足 你满足我胃囊的空虚 我满足你精神的 赞美上帝 我不只手都让你见上帝 来吧 触手作舌 免我即可 我怎么感觉玩这么爽呢 我是不是有点变态啊 I slithered onto the sand and the good smell 熊 咱控制着这个 饕铁盘的 鲜鱼精 来到了通人管道 前方未知 Fold的香味 指引咱 沿小镜之上 食欲 牵引咱 走向命运的终点 诶 出来了 来到了 墨里的房间 咱都说 贪吃啥怎么死的 贪死的呗 诶 不对 它不应该飘起来吧 不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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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卡 卡 Bug了 各位 这 这是一个错误的镜头表现 它应该贴 贴着地面往前拱啊 怎么飘起来 怎么 进化了 而且不是我控制 等一下 我看一下 你怎么下去 你扶地 不过好在 我们看到它 整体建模了 就是一个出手 诗课案 剧情 它不应该只是一个出手 庞大的身体 隐藏在镜头后面 让我们观众 我们去想象 但是 漏气了 兄弟 诶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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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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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好了 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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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主意啊,我屏住呼吸很长时间,但我什么都听不到 他认为那个海怪就在他的床底下 他的故事结束了 然后在这给他画上一笔 我说下我理解,各位朋友 有人可能说他自己把自己给吃了 有人说他饿死了 有人甚至说他变猫了一刻,从窗户一跃而下,摔死 我更相信他是毒发身亡 他最后吃的那个红色椒,我刚才也说了 确实有毒性了,伤害也是胃肠道 一般就是恶心,呕吐,泛酸,腹泻 严重的就是癫痫,血压飙升,直至心脏骤停 奥丁的儿子就死在这上面 实际说到饿死不大可能 一夜的时间嘛 而且饿死人啊,都是长期没有营养事 成年人可以达到六到七天吧 这都是从无法忍受的饥饿开始算的 这小孩四天应该没问题 而且大多的死因都是因为体温和机能下降 导致了变发症,比如说胃出血了 或者稍微发个烧感冒,挂了 或者肺不好生,一个就是咳嗽,咳死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它不是一夜之间就脚踏鬼门关了 至于摔死的那个窗户被锁了 对不对 其实这也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于 你看到它变成猫豚鸣的时候 一只兔子没吃饱 非要再找一只 还非要给它定名为兔妈妈 说不定这个妮儿的内心 非常讨厌自己的妈妈 也就是咱的奶奶 这个房间是在爷爷奶奶呢 又再重复这个Louis 可见这个Louis是最后一个死的 我之前怎么说 他死最有戏是不是 那必然是在我录制的最后一期 Odin 请注意这个Odin不是咱的爷爷 是咱老祖宗 是咱老爷爷 网上追溯辈分最高的老祖爷 也说这个房间不是他 这个房间是咱奶奶那妈妈的 所以咱得叫他老奶奶 那老奶奶的爹 咱不就得叫老祖爷了吗 刚才死掉那个猫里是咱奶奶 是那个猫里的爷爷 奶奶的爷爷 行咱通过这个幻灯片 看看祖上是怎么建立这个家族的 以前那叫辣羊片是不是 变前是 从老祖爷那一辈 就收到了他这个家族的祖宗 为了逃离这个祖宗 他建了一个房船 还记得最开始那个壁炉吧 结果遭遇了海难 这个时候咱的老奶奶算是安全上岸 就此建立新家 而老祖爷呢 应该是死在海上了 就这么一个事啊 所以这个家族也可以 三七年 按理说这个咱控制住 叫99年出生了吗 和咱应该是同时代人 现在我的观众 我自己想肯定有99年99年前后出生人吧 你想想你的家族能不能追到三几年 想想三几年正值民国时期 别说这个 你看完视频 你问一下你的祖辈 有没有见过日本军人呢 最多也就是你的父母告诉你 他的父母口述给他的 所以呢 这个宅子是由 Eidy和Seven 外家Molly这一家三口开始建立的 这一大家的开日三月 从此开始 一脉相承 生生不解 用词不当 对这个游戏应该是生生息息 这不息到最后 息的只剩了一个人了吗 短命一家人 反正怎么说呢 这个游戏应该起名叫 死一户口本 死全家有点不痒 非常倔强的老太太 当然上头条原因 就是因为咱这个宅子之围 发生了森林大火 结果咱这个闹来表示 小火不用躲 大火也躲不过 爱死的不死 Beauty 193年 刚才也说了 1937年建立这个宅子 也就是说这个Eidy 咱的曾祖母 或者老奶奶 在这个地下是由他开始 延续了整个家族 Swen一直念错 可以见到 他就是一个建筑工程师 咱这房子就是他一手打造的 建筑鬼才 只不过老公死太早了 咱这个老奶奶 孤独一生 孤独百年 孤独百年吧 沃尔苏拉 咱这老奶也是活到最后的一个 见证了整个家族成员的死亡 也可以说一个家族所有人的寿命全让他一个人给吸走了 命全都血给他了 活了九十多岁 所以即便是九十多岁看起来比咱主角的妈妈还要年轻许多 这照片是九旬兽弹拍的 这是咱的爷爷 是咱二爷爷 你看双胞胎兄弟 这个三母才是咱的直系的爷爷 而他这个双胞胎 凯尔文也算是咱的爷爷 别看他十来岁就挂了 I guess my grandpa didn't like history any more than my mom did 你看他房间装像小孩儿吗 向往太空吗 这他长大后的梦想要做一名宇航员 可惜 可惜了了这么宏伟的梦想 这注意啊 前方晕三递的还是先行推探 How I want to remember my brother By Sam Finch The thing I remember is that when he made up his mind That was it 总之事发的那以前 咱这从未谋面的爷爷啊 在午后非常悠闲的荡胸圈 他还不能干别的 太顽皮了 左腿骨折打石膏呢 My brother said he'd die before he ate another mushroom And he did Have Barbara's funeral We swore We'd never be afraid of him And he wasn't I think Calvin always wanted to fly 这个小孩儿他确实具备探险的性格 都这样了还作呢 荡个秋千你好好荡啊 But that day He finally made up his mind to do it I told him going around was impossible 嗯我知道你向往太空探索为之 但是你这是要飞啊 能荡出大气层吗 Day recognizes him And its worth telling Well maybe if the wind hadn't picked up 然而又肯定上 你仰了点 再仰了点 再用点仰就正 här さん倒出个援助率了 And he's already made up his mind 嗯嗯嗯 Ya 23话 Now that's why assistir mmm 我走你,连起来,对了 oh yeah,该撒手了 走你 行了,太空已经上不去了 海面的礁石等着你 那硬度,碰难睡哪 我相信他是脸着地儿的 不然他弟弟怎么会说 我记忆中的哥哥呢 不然咱怎么会在死亡名单上 再记他一笔呢 咱先把他定义为傻圈之死 但凡在这个镜头上有小孩 我得解释一下 这个镜头原是游戏作品 秋千这么荡,不好玩 行,咱回到本题 咱这个爷爷刚刚荡秋千时候提到了 BRABRA 刚参加完BRABRA的葬礼 那这个BRABRA都是谁 同样和他一个辈分 咱同样得叫奶奶 诶,这就是BRABRA的牌位啊 他这个很有特色 不是用遗书 也不是用亲人的笔记 而是用漫画的形式来呈现他死前一刻 来,给各位讲一个怪诞故事 Old Jack here with another ghastly tale inspired by America's most unfortunate family I'm calling it The Surprise Ending of Barbara Finch As a child star Barbara was famous for her scream Now at 16 she was all washed up a has-been But in a lucky break she'd been asked to perform her signature scream at a local convention for monster movie fans It was just the boost her career needed Unfortunately her scream hadn't aged well Getting better I think you just need the right motivation Her biggest fan and current boyfriend Rick was about to demonstrate when Now that was a great scream It was Barbara's father Sven He'd slipped into a table saw and had to be rushed to the emergency room So Barbara got stuck babysitting her youngest brother Walter Her convention comeback was cancelled Okay, I'm hearing frustration but I'm not hearing terror What if I tried A gang of hoodlums and Halloween masks have been terrorizing Orca's Island tonight Police are urging residents to That came from the basement You're right Also, I loved your delivery on that Why is your basement door locked? Because my dad likes making puzzles and secret passages There's a key hidden in the music box The secret is to keep winding and winding until finally the key pops out Thanks, babe I'll be back in a sec 20 minutes later Rick hadn't returned So Barbara went to look for him right on cue She reached for the music box And as you found the key She listened for Rick But the house was silent She found Rick's crutch and imagined the worst The gang's leader is the infamous hookman killer Dr. Carl Hamill who impaled and then ate his family 10 years ago tonight The old fish rattled and grew steel Oh dear Rick? Barb, relax I was just trying to scare you to help you find your scream Well, I'm not scared, Rick I'm furious Then act furious All I'm getting from you now is that you're hurt and confused and you're She threw him out But she kept a little something to remember him by Barb Have you seen my other crutch? And she was still holding it when she fell asleep watching the late, late picture show Hours later Barbara! Walter? What's going on up there? Ah! Okay I'm coming up But if this is a trick you're dead, Walter Walter, are you there? Walter Walter vanished but his bedside radio was still on Orca's Island police described the man as six feet tall with a steel hook for a hand Residents are urged to lock all doors and windows and notify the police of any suspicious activity Barbara Turnt saw the hook man 注意这个视角 这个视角主人 在这儿吓尿了 他这个弟弟 吓一下就延了他 twice smashing And now it was she couldn't get enough of Barbara there's gotta be another way out of here there's gotta be another way out of here that night she played her part beautifully she'sata she's she's 她不移動,但她感受到這故事還未完畢 那 Hook-Man消失了 她聽到他的呼吸,但她聽到她的聲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e monsters had come to surprise her. For Barbara, it was a dream come true. And she saw what kind of monsters they were, and she realized what was about to happen. She was going to be famous. And with her final breath, Barbara Finch gave the performance of her life. I wasn't there myself, but I hear Barbara was magnificent. Poor girl. She had a taste for stardom. But unfortunately, so did her fans. Of course, the police blamed it all on poor Rick, who disappeared this same night. And little Walter, hiding under his bed the whole time. They took it all pretty hard. But that's another story. As for Barbara, tucked inside the music box is all they ever found of her. Her ear. Now that's what I call a real earry t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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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